我 拆定心腹 我 拆穿 戴上去 我 拆穿 戴上去 我 拆穿 身影 我 拆穿 发生 在剛剛 我們 玩的歌 就是準備 未来 11 月 22 他場 Show 在 期能獲得一首新歌送給大家 在 11 月 22 他 晚上 有一場 Show 是在中環的 Fringe Club 晚上 10 至 1 時半 10 至幾點啊? 10 至 幾點啊? 大家可以 等到 1 時半 我們再坐啊 去旁邊的廳喝東西 二、三、三、五個嗎? 當晚我們有一場show 叫Ginger on Rock 當晚有我們 有神奇交 我們Ban Day、神奇交 還有The Time Traveler 三對band 我們剛才就很努力地練習新歌 22號那晚就會 希望跟大家見面 見到你們 新歌叫什麼名字呢? 新歌現在暫定叫Bloxom 正式的 也不是暫定的 暫定 正式 正式的Bloxom 是呀 那為什麼呢? 盛放一朵花城 那為什麼 那我們現在也說一下 我們介紹一下我們首歌吧 不如 那我的首歌其實是怎麼來的呢? 一開始的時候 就 我有一天在APA那裡流連的時候 就突然間有靈感 就撐了這首歌出來的 那這首歌撐了出來的時候 那我就用電話錄下了這首歌 然後我就回到家 就馬上打了到船上 就形成了首先這首歌的 這首歌 然後有了這首歌之後 我們就會通常拿出來給大家聽這首歌 然後大家一起去想一首歌 還有大概這首歌 想要什麼風格 那因為這首歌出來了 其實都比較抒情一點 還有有一點點慢慢的感覺 那出來我們 但是又想不想那麼慢 那所以我們就用了Bossalova 有一點點輕快 但是又很有詩意的感覺 出來了這首歌 至於編曲方面 大家收到Yvonne的melody之後 就各自編你自己的樂器 因為我們有兩位吉他手 我和阿智俊 在吉他方面 我們希望盡量不要碰到 對方吉他的range 所以這次我負責Riffon 至於盡量彈Solo 彈D 彈D 由頭到尾用Solo貫穿兩首歌 那阿智俊編故有什麼特別的心得 那編故來講 那麼厲害 編故來講 之前我們因為有另一首Bossalova的歌 所以我務求令到這首半Bossalova 就不是那麼Bossalova 就將它變得有一點點Rock底 就是這樣 其實為了避免兩把吉他不要那麼撞 我的效果的聲音 都有用了一些特別的效果 希望做到有一點點像琴的聲音 即是唱了我的 現在我的角色就會變成一種吉他 吉他的角色 希望帶給大家Bossalova 很新的 不是很傳統的Bossalova 是的 那他們 講完了嗎 編曲了 編曲到 差不多 那我也補充一下 這條Melody 這次的Melody 主要都用了很多半度的音 變成那些半度的音 就會令到這首歌舒服得來 有一點點詭秘 那他們編曲的同時 我都填詞 第一次填廣東話詞 這次我就是 其實這個詞我都分了幾個月來填的 剛剛想寫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覺得我們樂隊好像都沒有情歌 想寫一首情歌 那一開始填的時候 就有一個意境 就好像覺得 剛剛睡醒 在窗邊看著 那個環境的照片 出來先 之後再填的時候 又可能 有其他的靈感 又再填一點下去 又再填一點下去 自己那一陣子的感情生活 當然是那些東西下去 然後再填到最後完成的作品 其實我是分了幾個月來填的 每一次的靈感都可能 有些不同的來志 可能會看完戲拿一些靈感 自己的一些經歷也拿一些靈感 之後就成為了一首 都是一個屬於自己故事的歌 那帶出一些怎樣的愛情觀呢 愛情觀就是 你幾不開心也好 一段關係裡面 總有一些不開心的時候 如果是可以走過去當然最好 但如果可能那個timing是不對的時候 不如就 可能let it go 順其自然一起隨緣 不要把自己困在死胡桶裡面那麼辛苦 最重要就是向前望龍開心 在Brosom這首歌裡面 其實我們用了一些Bossanova風格 傳統的Bossanova都要用木結他來彈的 今次我們想為了傳統的Bossanova 帶一些新穎的編曲 我們首先在我自己方面 負責彈Rhythm方面 就盡量不要跟另一位吉他手指 撞一些聲音 所以我的Effect上 我可能會用一些類似鋼琴 像一些電子琴的聲音 類似這樣 另外呢 除了聲效上 在chorus那裡 我自己也希望想做到一些跟Bossanova 一些不同的風格 所以在chord方面 我都會彈一些 有一個叫Super Impulse 高三度的彈法 正常傳統的miner Em就是這樣 但我希望想試一些不同的voicing的聲音 例如就是這樣 希望可以帶到一些Bossanova以外 一些新穎的感覺 我講一些melody部分 本來這首歌我寫的時候 通常的melody我會寫miner 大部份都會傾向harmonic minor 但是今次這首歌上面 在melody那裡 我放了一些diminished的音 半度的音 就要vocal唱 那這個位置就會是 有一個距離的 就會好像這樣 這樣 無求可以令到這首歌 有一點 好像有些 詭秘的感覺 會令到這首歌 會有抒情 那 因為音樂的melody 有些chromatic 的元素 所以我放了 有一個blues note 令到它出來 有一個chromatic的效果 就會好像這樣 這樣 這樣 你一聽首歌的intro 就會聽到這部分 那我chorus的部分 我都有加到有個chromatic 那些位置 令到這首歌 轉chord的時候 就好像有個passing note 那樣的 就類似好像這樣 好 Hello 我是阿超 今次我們這首歌 我不想禁波莎的緣故 所以我分了三段來打 第一段 就照舊落類似波莎的beat 就是這樣 類似這樣 然後第二段 去到這個pre chorus的時候 我就嘗試一下 下一些古怪的打法 我這次也是第一次試 不如看看效果如何 類似這樣 去行個pre chorus 那開始有些 這樣扮演的手法 試一下新的東西 然後第三個 我就嘗試下一些 類似的rock beat 因為平時的bosser 我怕太重疊 所以試一下做一些 對 對 這樣呢 這個普通的rock beat下去 那就 報告完畢 你好啊 我是Benny的其他手 主進 對 那 我在這首bossom裡面 那我 就是一貫的bossom over的歌 那你就會聽到一些 比較平靜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跳脫的東西 那我呢 這次呢 就加了一些 跳脫一點的東西 就好像這些這樣 這樣呢 形成了一些空間感 那就跳脫一點 開心一點 對 那就沒有那麼平靜的 而且我在chorus裡面 就加了一些拆聲 加了一些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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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手歌就rock一些 對 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 這樣呢 就令到手歌沒有那麼 bossom over了 那 而我在這個solo裡面 就用了很多不同的mode 一些古怪一點的mode 那就是有些 那就是有些 Vision Dominant 那也都行了一些 cromatic的音 那呢 我也都 令到solo 沒有那麼波霜 就加了一些 很多推延的技巧 就令到 這個solo blog一點的 那solo我就會加一些 這樣的推延 對 對 可能這半導就是 那 就是這樣了 Hello 我是Amy 那到我講完 最後填詞的部分 那 這首歌呢 因為剛才Evonne 都講過 因為有些半導音 那我填的時候呢 都 填回一些 就回音 可能填回一些 開口一點的字 淡一點的音出來 就回那個半導音 讓我自己容易一點 唱到那個音出來 還有 有些少 用那個歌詞去記那個音 那自己容易都會唱一些 另外呢 我們首歌叫bossom 那就是解 一朵花盛放 那我裡面都用了一種花 就是長眉 填了下去 那 為什麼我選長眉呢 因為長眉 那個花語呢 是解 對愛情的一種 的 童景 那 但是它是有刺的 那長眉 其實好像一朵玫瑰 但是小一點的 但是它有刺的 那雖然你對愛情 都有這個童景 但是 都可能會被那些刺傷害到 那我就用了 這一種 這種花 那擺下去 好像一朵 花盛放 那樣 雖然 花會凋謝 但是 我相信愛情呢 在心裏都不會凋謝的 那 那 那 這個也是我想 highlight 長眉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 玩一次這首歌 對愛情 對愛情 卡 而且 不相對 而 的 死 沒有 的 我 我 不相對 我 不相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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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曼是白毛的昂日 月曼逸 独の雲背方白陰 愛在流紅紅線上 月曼晴帝 雷雄的香 雷霸和雲重刺激 心臭紅浴 暴露四veyard 花在眼影梳汁 如果不不過 繼續存在 我和我一人 失敗 我一人 失敗 失敗 我一人 失敗 希望我們可以在11月22日晚上 昨晚在中環藝術會Fringe Club 見到大家 晚上10點開始 滿票120元 到時有我們Bernet The Time Traveler 和神奇膠 而我們當晚都會率先發售我們的 第一個Bernet的產品 Toe Bag 有兩個款和兩個大世界 希望大家到時都會來支持一下 我們可以在街上開著 我們可以用一個小小的小小小的小小的小小小 如果我們可以買個小小小小小櫃 我們會不會出發 人家可以做到的 我們會不會出發 我們會不會出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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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